为了防止高科技产业重要关键技术外流 中华民国行政院拍板通过国家安全法修正草案 增定经济间谍罪 最高处12年徒刑 并科1亿罚金 此外 也增定国家核心关键技术营业秘密的域外使用罪 最高处10年有期徒刑 并科5000万元罚金 高科技产业是台湾重要经济命脉 台湾目前一般公司的营业机密 适用营业秘密法管制 还是停留在民间契约的刑事责任阶段 这次修正国家安全法增定经济间谍罪 同时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部分条文修法草案增定 从事涉及国家核心关键技术业务的个人或法人 团体 其他机构成员 以及受委托 补助 出资 终止或离职未满三年者 如果要赴中国地区 需经审查才会许可 中华民国行政院官员表示 近年来 红色供应链渗透台湾产业情形越来越严重 大量吸收台湾高科技人才 窃取国家核心关键技术 并刻意规避台湾法律规范 未经许可在台从事业务活动 或者假借他人名义 违法来台投资等情形 对台湾资讯安全 经济利益 产业竞争力 与国家安全等造成相当危害 台湾是一个民主法治国家 我们只能依法行政 依法办事 如果法律不定地清楚明确来执行 那么你纵然怀疑抓到经济犯罪 你没骂处罚 从事国家核心技术的个人或团体成员 如果他结束委托或离止未满三年 如果要去中国大陆 需要先通报并经过审查才可以出去 这一点我觉得很重要要关注 学者认为 民主国家依法办事 修法的目的就是修补漏洞 有必要与法治面建立更严密完善的国安防线 那现在呢 整个自由民主世界已经发现中共的野心 正在围堵中共霸权的扩张 那台湾这个时候修法呢 有一个非常重要意义就是 台湾的高科技产业已经是全世界瞩目 是一个自由世界不可后缺的一个阵地 如果我们再不修法将这个补起来的话 那么美国自由世界 尤其是美国日本这两个最重要的国家 不敢将最核心技术跟台湾做交换 中华民国立法院民进党团召开记者会表示 中国的经济间谍目前正被全世界围堵 台湾修法围堵经济间谍 可以增进国际对台湾的信任 这两年多因为疫情严峻 中国大陆人民两岸交流比较少 但是现在随着疫情开放 那中共现在受到国际的打压 他们可能会加进对台湾的渗透 如果他没办法再到美国去脱技术 那么同文同种台湾再不防备起来的话 会提供他更方便来这边脱取技术的可能性 专家认为台湾必须对抗红色渗透 阻挡重要商业技术甚至于军事机密 被偷偷移转到中国大陆 台湾是半导体产业供应链的全球重镇 那么台湾的人才技术设备 有很多来自美国 订单市场也都是 美国跟台湾之间算是技术合作伙伴的关系 所以美国不希望看到一些美国的技术 移转到台湾之后 又被移转到中国大陆去 因为现在美国跟中国是对抗的关系 所以美国希望台湾这边严肃对待红色渗透这件事 透过立法的升级 来驾驻台湾内部有人拿商业机密来谋取个人利益 台湾官员表示 这次修法只是一个母法的修正 未来的施行细则 还有哪些产业需要纳管 后续将增定细项 合作在您开始 以后分别以后 如果您发现任何国etically 认为对抗的对抗的阶 move 在右边参阁这边 六点点 comprend 感谢观看